古时所记下注九鼎是打开中华青铜文明首页的标记 成为了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宝贵文化遗产 青铜器何以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东西方青铜文明中出现过哪些相似的图腾 古代青铜文化对现代生活有何影响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馆员马清红 近日接受中兴社东西文独家专访 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中国古代青铜器实际上就是一种中国走进文明社会的标志 青铜器虽然是器物 但是反映的就是古代的理智 过去有种讲法 天子是九鼎诸侯七鼎 在古代也就是要么是王室要么是贵族才能拥有这些 马金鸿说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过程与西方青铜文明相比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才形成了这些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品种极其丰富的青铜器名 西方的这种青铜文明都是那种艺术品或者武器 中国这种的那个青铜器的都是祭祀祖先 祭祀上天的那个器物跟西方是完全两样的 但是东西方青铜文明中却出现过相似的图腾 我们那个上野博物馆现在那个我们青铜陈列室里面陈列有一件河 这个造型呢是个河的造型 但是呢它有一个鸟那个鸟头 然后有个那个就瘦那个就那个瘦爪 是个瘦爪 然后有那个有学者认为包括自己认为 这呢实际上是大概受那个格里芬影像 就有一神兽也许是从那个草原过来的 六朝时期有好多大型的那个石雕上面也是有一神兽 说明内收的内收那个中西方这方面是有那个应该有交流 这个应该讲是一种叫前四周之路 马金鸿告诉记者 中国青铜器对域外青铜文化也有影响 如前苏联中亚地区就曾出土过战国时期的 中国古代青铜镜碎片 可见东西方青铜文明在早期的草原丝绸之路就有相互交流 比张谦出使西域的时间更早 马金鸿透露 虽然下商周时代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结束 但是青铜器背后的理智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 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了现代 我们现在又看到好多这种那个香炉啊 什么这种之类 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青铜器 遗留到现代的一种 对我们那个现代生活的一种影响吧 也是可以讲是一种 那个古代文化一种传承 在当今世界青铜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又有着怎样的地位 马金鸿表示 青铜器对促进国外观众对中国古代的认识 对中国当代的认识 对中国本身的认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上海博物馆一直是做那个到国外的 就办那个文物展览 比如说今年疫情之下 我们那个上海博物馆就9月份 我们到韩国国立那个中央博物馆 所以我们就办那个单独的青铜器砸了 对那个就是当地观众来讲的话 可以那个提高对中国古代的认识 对那个就是中国的认识 所以他们对那个青铜器的还是抱有浓厚的兴趣